注意看当我们的担子进入传送门后 就会来到小黑屋中 但是非常奇怪 新版本更新后 小黑屋被石块堵了起来 那么堵小黑屋的这个凶手 他究竟是谁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现在的小黑屋已经进不去了 如果你也讨厌这几个石块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石块共计有四个 并且这四个石块立场的坚硬 我们使用弹簧绳 想把这石块给它直接拽走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射出去的弹簧声 没有把石块拖走 倒是把我们狠狠地砸在了石块上 并且此时我又想到 使用部署弹簧 直接把石块弹飞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我们又失败了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 GK妹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此时的GK妹已经被弹飞了 但是石块 他依旧在地上纹丝不动 那么堵小黑屋的这个凶手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找到了凶手 其实凶手就是恐龙牧场 中的恐龙 因为我和学姐发现 恐龙牧场外的石块 和堵小黑屋的石块 是完全一致的 并且在恐龙牧场中 就是龙蛋 所以很显然 小黑屋外的石块 其实就是恐龙 把它放到这里 堵住传送门的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